工人家井施工鋪操场板桥第一运动场2025主办世界壮年运动会 但未来这里不只可以办体育赛事也能办演唱会 新北板桥第一体育场可以容纳三万五千多人 而新北社体育局之后也规划要删除这里的收费标准限制 也就是之后可能这里就可以举办演唱会 五铁共购交通便利又能容纳上万人 新北大巨蛋目前还卡在草案阶段 盖好之前体育局规划板桥第一运动场先开场 好不容易花大钱维护的这个赛事场地 也是希望做我们这个体育选手的培育 那未来办了演唱会之后会不会就是本末导致了 体育场馆办演唱会新北明代有些疑虑 不过演唱台北高雄演唱会是一场办过一场 六都都想跟上 为此修改规定的还有台中 原本中央公园只能举办公益或市府活动 突破法令限制后 11月也将举办首场售票演唱会 我们跟九一合作 它除了有售票以外 它有绝大部分也是跟公益有关 也有棒球场和巨蛋的桃园 则是祭出优惠方案吸引歌手来开唱 我们针对所辖的场域都有相关的优惠的方案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必要的行政协助 霍尔强演唱会商机台南打算盖大型运动场馆 运动场当然是可以办演唱会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的希望能够带动 整体的民间经济活络 说到底六都都想拿到演唱会 经济学着学分 场地还是最关键 TVB的新闻全力挺能够是台北通报道